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与今年抛狼仔的致事 抛了狼仔 狼不就变少了 再去抛狼仔 狼会愤怒和保护的 这是命令 你这是 这是我养的 那狼圈要听到声音的话 肯定会来闹的 今天欢迎周生老师 谢谢 谢谢 九月十一号您的电影 就在北美上映了 您什么感想 中法票访问非常好 说狼头疼 对 是 是 是 因为我们在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是 我很荣幸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是中央台的一套 在播我的一个戏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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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刃 一个电视剧 对 八套同时也在播 另外一个大庆艳商 紧接着大年初一 我们的一个剧作 郎独腾上演 那时候很开心 后来又得到消息说 他们在法国上演之后 又获得了巨大成功 当然是很开心的 主要是开心的 这个理由是什么的 因为你吃过苦了 你吃过苦得到回报以后 自然人会很开心 是这样 上一期我们节目采访的 郎独腾的导演 就是这个 他说到您真的是神采医 是吗 给您特别高的品牌 那必须的 他说这个角色 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角色 也是很有忠意的一个角色 您稍微谈一下这个角色 您这个书籍的角色 其实我对一个作品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概念性的东西出现 也不是把它所有东西都 所有的小说的东西 是都给它搁进去 说实话 这个小说我在拍的时候 根本没看过 因为是 给你讲这个过程 特别好玩 我在天津拍另外一个戏 就是他们唐人那个戏 就是《步步经情》那个戏 那戏里边刚拍完 然后我到北京 要转机回上海 结果就被告知说 你要去见一个导演 我说见什么导演 导演我基本上也都能够认识 说见一个叫让雅克阿诺 我说这个我必须去看看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有一个电影 然后我就去了 去完以后呢 在他工作室的边上那个房间 他很忙 一直在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 后来就特别过来 过来跟一个翻译 两个人 我跟我的经纪人两人坐一块 就开始谈 刚开始一谈 他就说你要注意这个 你要这个 你要有这个 我说你等会儿 我说你等会儿 你是不是有点早 他说不早 我已经订你了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说我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就试服装 试服装的时候 我们可以谈到很多东西 我懵了 因为后来我出来才知道 他们要拍的这个戏 然后就去 在一周之后 又去试服装 把所有造型弄完 也很开心 而且做这些叫什么的 做这些具体特效化妆的一些 全是我们师弟啊 是朋友 他也是在这儿学过以后 回去的做得很好 你看那些狼和马 都是他自己做的 那个 然后再到草原上去拍的时候 第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加了一场戏 头场开场 就扔那个狼子的时候 他说这个时候包春贵要出现 我演这个人物叫包春贵 这个人物要出现 当时出现的时候呢 我在这个悬崖上站着 我看他的机位说 我说已经很清楚了 我那个替身呢 就代替我骑马那个替身 那替身站那儿 我说这个腰穿帮 我说我上去吧 上去之后往那里站 很感人 站到以后呢 他马上让法国的那个 我们把这个 那人叫什么不知道了 这法方的那个制片人 我们叫他王德才 起个名叫王德才 因为他 你就说你就姓王嘛 然后你有钱 就叫王德才了 对对对 他拿着机器 所以马上进警就开始拍 一直 他最后我才知道 他是我的进警特写 所有全程是跟着我的 拍完以后他下来 我说他说你下来看看 我这个片子大概是这样 有那么几台这个屏幕在那儿 五台 一个我们的五架机器 我说什么法国人啊 拍的焦距都不实 什么呀乱七八糟 看不清楚 结果他那个副导演 那个副导演 特别都看出来了 他就给我副眼镜 我说你 我戴着眼镜我傻了 我说你们拍的是3D呀 他说您不知道吗 您不知道吗 我说人来一个星期就给抓来了 我怎么知道这个 而且后来才知道 他已经在很多演员里边筛完之后 他把我看了很长时间 他最终他说我要见这个引路生 见完之后他就定了 所以他是看过你们之前的作品吗 全部都看完了 因为我们中方制作团队 会把每一个演员的素材 全部集中给他看 他不能说每一个人他都要去见 他到最后都要见那个人的时候 基本上也差不多了 我非常感激烈 我会想拍摄另一个拍摄 我会拍摄 我会拍摄 所有这群演员 我会拍摄 我会拍摄 另一个拍摄 我会拍摄 另一个拍摄 我会拍摄 我会拍摄 Siora 后来我说 哎呦 我说你这是太厉害了 这个原来拍了3D 那时候我就很兴奋了 我这3D的电影没拍过 还是就告诉我是剧目 还是MX大的屏幕 哎呦 我说这个后来就开始想想 这怎么表演啊 你站在前景之后怎么表演 再说什么 后来总结出来一些东西 很有意思 所以说您是很 你要短的时间 给您的一个准备时间了 对 一个星期 对 但是为这个角色 后来您有没有做一些准备 或者是后来您总结的东西 那是要相当的 因为什么 他是说我定了你了 然后别人说 这个是大导演 我说这个导演 我肯定知道 因为我看过他很多片子 其实最爱看他的片子 是那个情人 跟那个狙击手 后来是才知道 有虎雄狐狸啊等等这些片子 我回去再做看了 一个电影剧本很简单 他们说你要不要看小说 我说不用 这小说看多了以后 他会禁锢你这个角色的发展 我说大概其的这个年代的 这个演员 应该演的那个年代的 这是我还比较清楚一些 因为我的父辈啊 几乎我的父辈 我的哥哥 他们都 他们都当时都是像这个 我们试完服装的那个 包生贵那个中山庄啊 那个打板 而且这个人的特性 那个人的习惯 我也都基本上了解 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准备 其实最大的准备 我是想用当地的汉话表演 可是好像最终看出来的片子 也没有完成的很好 因为当地的这个蒙古族的人 说出来的汉语 是跟我们现在说的汉语是不一样的 而且呢它是 它是属于你想河北的某一地段 山西就河套地区 中国那个河套地区的那些 那些画 有的时候前后鼻音还不太分 就是有点像山西画 但是又草原的那种感觉很好 我就想一下学的那些画 而且还当时想用一些蒙语 在里边有一些 我当时有一些 因为蒙语 你要不涉及它的话 蒙语就是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后来侥幸的是 我的这个 我们现场有的这个 还有做导演的 做副导演的 有几个人有 是蒙古族的一些朋友 也是我的上海系学院 最近毕业的一些诗歌 我们都熟我们都认识 他教了 当时就教了一些这个梦话 还有就是演巴森的这个人 巴森杰布就是演这个人 这个老人 比利哥 演比利哥人叫巴森杰布 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人 我们在现场 我经常在现场请教他 也就是说做了这些 大量的这些准备 然后在语言和表演上 也能够有一些基础 还有就是去了以后 我们有一周 要严格的训练骑马 我马骑得非常好 可是他要换一个鞍子 可能美国这边的鞍子 跟那个什么的鞍子 都不一样 美国的鞍子也是大鞍子 就像我们汉族人骑的 也是大鞍子 大鞍子有一个问题 它是 它是站不起来的 我们骑上马上以后呢 蒙古族人要有完全站起来 完全站在马上 那么下山啊或者什么 完全站在马上 它的鞍子只有这么小 他做的时候呢 他是把腿担到 这个中央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他担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把套马杆这样拿着 这个手牵着马 斜着做 然后到累的时候 交个手 再这样做 他不可能整个一个臀部 能坐到这个鞍子里边去 他们因为它很小很窄 但它可以站 所以他骑的时间会非常长 长途有时候会非常长 这个算什么 可是我把这个鞍子学得很好 可是导演来了以后太逗了 他说不 我说咱们来 我说骑的还可以 我们得教的是咱们拴马上 骑的还可以 他说很好 但是你不能用这个鞍子 他说你得用军鞍 就军队上用这个鞍子 因为你是从部队 因为他是把两个角色 合在一块 他是把一个 这个长部主任 跟一个副员 跟一个军人 就送军马来这个 他把这两个人 合在一块写 他说你应该骑的是军鞍 我说你连这个都知道 他说我很清楚 你必须骑那个 完了 我又骑不成那个鞍子了 然后就必须坐在这个鞍子上 那个鞍子是站不起来 站起来会摔下去 那个鞍子 当然骑了时间长了 也懂这个大鞍子 军鞍子 可是问题来了 训练一周以后 我几乎就是走路以后很困难 因为军鞍子 你草原不平 你军鞍子 你必须得坐在上面 你不坐在上面 你就半骑的夹在上面以后 你腿部会很累 经常一偷懒一下山 就这样过去 过去以后回到家里 蛮难的 哎呀屁股全破了 很痛苦 屁股全破了 就是做了大量的这些的准备 从形体啊 从草原上的习惯啊 从这个当时的这个人为背景啊 当时那个条件啊 当时小说上写的那些东西 或者是剧本上写的那些那些东西 从那儿入手 我想到包生龟这个人物特别特别好 后来我跟法国的这些人 在一块拍戏的时候 他们都 他都都有这个感觉 他们认同的是 你有很强硬的这个内部的这个基础 然后在外在的表演上 一切都是自然型的 不能说是我规定是什么是什么 就会出现这些 后来越拍越自信了 因为毕竟是跟那么大一导演 我紧张啊 真的 跟跟他拍戏 刚开始就很紧张 人家就那么大一导演 总共这个拍片的时间是多长 我是七个月当中的四十天 哦 四十天 嗯 最后 哎哟 最后跟你讲 最后那个故事是让我很感动的 我在四十天里边超了三天 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 最后遇到了一个困难 我在拍最后一场戏的时候 要有冰 要有雪 雪当然是可以不大 但是冰一定要有 因为你看到那个 马都冻死在冰湖里边 这是我的最后一场戏 这是开场的中间的一部分 军马带来以后 就全冻死了 狼狈狼袭击之后 一三年的十二月份 他就是不下雪 他就是不降温 哎哟 我说这惨了怎么办 他说那你回吧 你也不能往那带 好 剧组被通知说回 把机票订好 把什么都弄好 要走 前一天晚上下雪了 大雪 非常大的雪 哎呀 我很兴奋 哎哟 我说太漂亮了 这下终于下雪了 我可以拍了 说你不要走 好 第二天天晴了 雪哗 没了 说你走不走 我说那我走吧 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 快要上飞机了 说你还没走吗 没走 好 那你回来吧 可能还会下去 因为温度在降 湖面在结冰 但是站人是站不住的 所以再等 等了一天之后 哎呀 这不敢肯定了 这两天都是晴天 那你再回吧 我又回去 你要知道我 从西林浩特到乌拉盖 我们拍摄的实景地 要有三个多小时的长途 就开的 我们开的旅游 那叫什么越野车 但路还是不错的 就是大公路 路很好 风景很好 完了 来了 然后又是要上飞机了 说再回来一次 我们再看最后一次机会 好 第三次回来 其实我回来的途中 已经宣布说不能再拍 拍不了 大家说这肯定是拍不了 很感人就是 我回宾馆的时候 我看他在宾馆门口站着 哎 我说你不拍戏 你站着干嘛 他说我在这等你 哈 他说向你说说对不起 给你把你的时间耽误了 哎呀 我说很感动 我说你没有这个必要 我说这拍戏嘛 我说这个都很自然 有的时候就会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老天你怎么知道 他能够怎么样呢 下去不下去 他说我宣布你可以回去了 啊 我说我又要回去吗 他说就是不下去 你回去了 你只要有血 条件弄什么 我再通知你来 我的合同已经完全 在这里边都执行完了 就按理说 这是我再来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是 我们就想想我说我还可以再来 没有问题 因为后边我什么一戏 一年我什么戏都没接过 就为了这部戏 对 就为了这部戏 一年是在实际上 一年会 都会帮助 我们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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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戏 我们的戏 太多大 的戏 最后 就是豪放也可以稱它為性感 就是在電影裡面就覺得它 它在跟狼搏鬥那場戲裡面 當然覺得它特別的那種性感 就是那種非常有力量的那種 野性的魅力吧我覺得 正在吃飯的時候 服務生出來說外邊有人找你 當我出來的時候又讓我感動了 法國的法方的這些人 導演帶了製片還有他的攝影 還有他的這個剪輯 四五個人都拿了酒杯 我說你們要幹什麼 他說我們向你說一聲對不起 耽誤了你很多事情 我走 我說你要再這樣我就不理你了 這太棒了 太讓我感動了 他說片子你放心 我們剪完以後非常好 就是最後這一場戲 一定要拍好 所以很感謝你 我把酒喝了 我回去沒有一周半個月 小半個月 說通知說最後一場戲可以拍了 我來了 來了以後一到九點第二天 說要拍這場戲 所有東西都擺好 說你去看看你的成績 當我看完以後我崩潰了 我說太漂亮了 而且他那馬都是死的 都是坐的 我那師弟做的那些夾馬 我說你這個場景太讓我感動了 太讓我感動了 太可怕了 當時拍電影戲的時候 也沒注意到 我是從場部直接趕過來的 我就問他 我說我要穿中山裝 還要穿皮大衣 我要不要接戲 他看我半天 他說當然需要你能夠接戲 可是太冷了 我說好吧 我說我不穿大衣 我大衣抱著 抱著也會暖和一點 因為情況很緊急 當我的馬出現了這個問題之後 場部知道之後 我馬上從場部裡趕出來 我不可能把自己穿得 是很整齊的道理 可是慘就慘在哪兒呢 我中山裝裡邊 只有一個薄的毛衣 那天的溫度是零下38度 把戲走完之後 我說可以拍了 端眼眼看 開始 我一回頭 臉全凍住了 話就說不出來了 臉全凍住了 等了半天 最後說出來 把那場戲全部拍完 一條全部拍完 導演就從他的導演車裡下來 我還記得那種感覺是 現在我都忘不了 我們組裡所有人 你只要看他外形 也不知道他是誰 所有人只露得 有的人連眼睛都沒有 全部露得 他把他前面的罩子摘掉 把他這個風景摘掉 然後就個子大 個子很大一個個子 這你知道嗎 走過來看著我 還有兩三米的時候 我記得很清楚 他說抱 全場 我們全場的這些 哇一下就叫起來 我當時震的就不行了 眼淚滑就下來了 我說我怎麼樣 要不然再來一個 再來一條 他說你非常棒 抱著我非常棒 哥們兒那時候 嘩嘩的原來 所有的人來祝福 他說這場戲很快拍完 你先回去 在家裡等我 晚上八點 我們吃飯 我們在那個 那個 我們住在烏拉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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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櫻賓館的一個大餐廳裡 一個餐桌有 可以座二人 一個大餐桌 所有蒙古族的朋友 還有這個 法 法國的朋友 还有我们中方导演的朋友 全坐在一块 我说我今天要喝醋 他说我今天我也要喝醋 我送你 他说你 你很让我们 很让我们那个感动 我说来吧 他说完话 我也说 我说话也别说了 咱们就开始喝吧 我那天最起码 喝那个草原白 也就是64度 最起码我喝了三瓶 三斤 然后跟蒙古族的 所有的我一些师弟 师哥们朋友们 在一块欢聚 因为第二天我要走 我要从此离开这个剧组 我跟这个剧组 跟了一年 非常棒非常棒的剧组 我说我明天就要走了 你们还要在这奋战 他说过两天 回到零下40度 因为少峰跟那个谁 那个蒙古族那个老人 趴在那看 看林阳的那场戏 要在那个学地上拍 说零下40度 我说你们要坚持 我先走一步 我先暖和暖和去 我说这一辈子 也不冬天也不拍戏 完全跟我动傻了 我穿了四双袜子 当那双靴子穿不进去 暖宝从腿上 一直贴全部贴了全身 可是暖宝这个东西 你要见一点风 它才能暖和 穿得严严实实的 冻傻了 暖宝一点不起作用 第二天我走 他让法国的一个制片说 你送一下他 我今天有任务 我今天要拍摄 我说你不用送 我不知道明天 能不能起床呢 我说我喝了这么多 后来我才 后来第二天 我才知道所有的 就是有几个朋友告诉我 他说昨天你一点都没喝醉 但是你喝得太多了 昨天所有的人 坐在桌上所有的人 全喝在地上 我说我太感动了 连蒙古族的这些朋友们 全部喝倒在地上 我说我太感激了 我能在这个剧组里 赢得大伙 对我在创作上的尊重 和生活上的这种关照 我说我太感激了 我太感激了 确实是很感激 这就是影响家庭的作用 完全是 完全是 而且他拍摄 这个导演拍摄 他的厉害在哪 他是 机器都架好 我记得拍了有一场戏 要打那小狼子的时候 因为邵峰把那个狼子 藏在他那个小洞里 然后外边的人进来 要把那个狼子掏走 说这个狼子一叫 带动了很多狼下来 要吃我们的羊 就那场戏 那场戏正好 方舍峰那场戏不在 是豆硝 来去守护这个 然后他们在 前半场戏排完 后半场戏 我再进来 再说你们都疯了吧 因为我们这次 就要来打狼子 就是那些台词说 后半场戏就没有走 我们都是要走一遍去 看哪合适 没有走 就在这时候 我在车上站着 他说你 我要喊一声 在话外我要喊一声 我住手 你们都疯了吗 然后我再下来 结果我一喊完 他就在这边 我就梦了 因为我们要同期在路 不是我 他说你要进 我就进去 进去以后 我就把后半场 所有的戏 就这样 没有排过的 跟所有人演了一遍 演完以后 他说非常棒 你可以回去吧 你这次又可以走了 我说你这个 什么进景 什么都没有吗 他说我们全拍了 你来看一遍 拍得非常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对号好莱坞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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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谢谢大家